中文政府在西藏民族改革以前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 僧母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民治社会 黑暗残酷比中世纪的欧洲农民治还有过之而不及 西藏农民主要的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丛礼三大领主 他们加在一起不到人口的5% 换句话说只占20分之一 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 这大部分的生许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们能不能超过西藏人口的90% 换句话说这个地区90%的人是农民 不但是农民他们不但是这些同意的奴隶 他们在经济上还被神权来控制 当年达赖喇嘛到北京 看到没有这是毛泽东 这是达赖喇嘛 穿着龙袍一样 当时还写信赞美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坐在这里 这是达赖喇嘛 这个就是班禅 后来达赖喇嘛 在国际的 包括美国 这么山盟之下 出移走到印度 由印度包养直到今天 由纳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一部分 主持人给达赖喇嘛 给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我说最荒谬的就是这件事情 他们给他和平奖 说达赖喇嘛 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人权 没有这个事情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到 没有这个例子 大家再看 这些西藏人 这贵族们 达赖喇嘛 怎么样的游灭人权 人皮一巴下来 他们又说 达赖喇嘛下命令 我们要做什么佛事 需要人皮一章 你就给我扒一条人皮下来 人皮 大家看 能力的眼睛被挖下来 眼睛被挖下来 能力的手被砍断 被剁下来 从这里 剁下来 手 一只一只手 手被剁下来以后 这个样子 这是 浓游的大腿骨 用来做 号角 我拿了几张图片 给大家看 这是 被砍断脖子的浓游 这是人皮 大人的人皮 小孩的人皮 这是 手铐脚料 这些事情 就是 就是得到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 我说 西方这么黑暗 累积了 千年以上的黑暗 所以你比如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历史记录 就这样记录 看到了没有 现在国际上面 这么多的能热能权的记录 居然还给他诺贝尔和平讲 你说 可不可恶 这个帝国主义者可不可恶 太可恶了 可是大家看看 达赖喇嘛本身 有没有那么复杂 大家看他小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跟我同岁 我们都生在1935年 我生在1935年4月 他生在1935年7月 他在青海的农家里面的小孩子 结果 我不是说过吗 达赖喇嘛第13世 死的时候 头向东北望 他们相信转世的 脱身的 应该在东北方 然后去向东北去找 找到了中国的青海 找到了 在达赖喇嘛13世 死掉了以后两年 找到了他 认为他就是 达赖喇嘛13世的后身 提身 转世 后来 荫头羊叉就变成了 西方的领袖 这就是 历史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大家看看 当诺贝尔和平奖 给了达赖喇嘛 这是我的文章 这是很荒谈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诺贝尔 给他的理由是说 达赖喇嘛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 一直反对使用暴力 主张使用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于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 以其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什么遗产 挖一张眼睛 扛在胳膊的遗产 垄断整个的西藏资源的遗产 是政治荒谬的一个统治者 统治之团 他被国际最多主义所包批的 所肯定的 并且给他一个美丽的光环 是说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 原来这就是和平 所以我们听起来以后 觉得气人气得不得了 这解放了西藏的人权吗 就是解放了人权 全国人哪个地方的地区 还可以这样挖一张眼睛 砍一张胳膊 八腰皮 只有西藏这个地区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关心西藏 因为它是根本的少数民族的 一个民族 是我们的同胞 可是当然我们发现 我们的同胞里面 被他们的地区的统治者 是这样子羞辱虐待 这么残忍的时候 那只有外科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 从那一点 莫比尔讲的 攀发给达赖 到美国 布什总统接见达赖 这是我的文章 众口一声都说 达赖是西藏人权的保卫者 但是 根据达赖统治西藏的基督 在档案中 看到没有 静柳卫 达赖念经助寿 夏立院 全体人员 虚念愤怒十五 失实回哲法 完成该次佛事 当日要抛实 急需什么呢 急需 头有两个 人平一张 要这种要求 你就知道 在达赖拉拉统治之下 西藏是多么的黑暗 今天历史家 我的解释 这样的坦白 就是这样解释的 至于对我而言 没有观光的意义 可是 对解放西藏的人权方面 我觉得 有历史的 和划时代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